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点紧张 你紧张什么 我替他紧张 我害怕 有一种送孩子去战场的感觉 反正他说他不紧张 去年赢了一个 抽了奖 抽了一个二等奖的卡 是吗 有点显示说是800 只有可能是弄错了 里面只有300 然后特别麻烦 先准备开一圈 剩一点钱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一会儿去问问 不管你从哪儿到了7分钟 他都会让你开到这个 他都会让 是怎么让的 他好像是把弄松死 这是几机头啊 几机头啊 摩托车头盔 往后靠一点过去 往后靠一点过去 往那边走 走 走 到 波 哈哈 怎么样小关 还行 我觉得你第二圈比第一圈好很多 第二圈很自信的 第一圈就是拐个弯还要倒车 第二圈就觉得匀速可以转慢了 我觉得你要是以后 然后我后面才知道可以这样的 对啊你大幅度一点了 还有一个问题 你开车是不是很难 确实 但汽车不会那么紧吧 汽车你也容易啊 汽车有助力 这个没有助力 有什么感受 还行 还想来吗 暂时先不想来 就觉得自己基因里面没有这块东西是不是 不想开了 你不是上次说要当什么大巴车司机的吗 我只想开汽车不想开开 好吧 好吧 那我们不来了 如果如果我开 你觉得我开的比那个小公娘怎么样 你得紧次于他 我们刚来的时候有小公娘 我刚才下来的时候我在想 都是用钱 都是用钱 堆积出来的 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必须熟悉弯道 其实像赛车到最后不就是技术吗 不就是你这个动作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然后一直重复跑这个路线 对不断的重复 就是看过飞机人生就知道 第一圈让你那个呀 第一圈让你适应啊 嗯 有个小朋友为什么他臂力不够 对 他在拧的时候他以为只能 超级谨慎 他超级谨慎 他以为只能有那么那么大的一个空间 但实际上可以很大很大的玩 他后来才知道 所以当然第二段 够了 对第二圈会比第一圈还好一些吧 然后后来他也不是很 不是很感冒啊 但是我是觉得有很多项目就是这样 就是多很多次之后你会很喜欢 对对对对 他再大一点 他应该再大一些 因为他现在才八岁就还是不行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还是不行 人家这还是得靠他自己抽奖 其实今天已经准备了包包的内容了 但是呢 但是肚子不舒服 昨天呀 某些同志呀 吃的不舒服 好汗禁不住啥呀 所以今天还是日常吧 大家我会觉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太少了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好 对啊 一天天就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 其实我觉得我亏欠儿子很多 因为这一个暑假原本是打算带他出去玩的 但是哪也没去 那我在哈尔滨玩玩怎么了 对而且我也没带我工作呀 我一天一期视频我也没停啊 然后今天出门还寄了一个包 然后客人说 哇你们真快 你刚才说我这包都挂谁想随着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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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俩在那儿吃了两口尝尝味道 然后觉得那好像不是我们想吃的味道 然后我们就 我俩刚刚路过的时候就说想吃这个 但是小朋友好像不是对这个东西很感冒 所以这个食品也是分年龄段的 刚才吃的那个就是用表妹的话 就是是我喜欢的那种垃圾食品的味道 所以那个就是银河年轻人的 那我们老年人就喝点汤 因为我想喝点汤 吃点粉 对对对 然后那个东西我怕吃消化不了 其实还是挺好吃的 好吃啊 可以尝试一下 对 这是很巧妙 就面条和芝士的融合 还有什么辣白菜吗 有吗 有 还有米饭和其他糯米 我说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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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上去去看 by bwd6 钓鱼好忙啊是吧 而且它是鱼朵而且我还吃鱼 但是就是不上钩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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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